就是分別把這些基本函數完整 那當然有些沒講到的話 就留給各位做練習 那主要這個綜合練習裡面 他需要我們做什麼 需要我們做到就是說 repeat 就是這個問題 end然後rept加一個len 然後把這個東西做出來 當然方法我講過不是只有一種 你可以很多種 那上禮拜主要是把函數部分講完 所以可以用這個 然後可以用另外一個叫test text的函數 可以把這個東西做出來 但是呢 我們最後講到就是說 那我如果今天需要的 不是函數應用 而是我希望做出 用vba 幫我 達到一鍵完成 其實vba好處是一鍵完成 你按下去之後 自動就幫你把事情 全部解決 但不只是一個動作 你可以很多動作 全部自動完成 那方法大概有兩種 一種就是 變成一個按鈕 所以按鈕部分的話呢 怎麼做 另外的話呢 第二種就是說呢 你可以在插入函數的時候 也可以看到 你自己定義出來函數 好 那怎麼做 也是我們今天要接著講的 那上禮拜有開個頭 如果說你要做出按鈕 或者是 制定函數的話 首先 你必須要在 這邊有一個 有沒有 本來沒有 你要把它 叫出來 那個東西叫什麼 開發人員 有沒有 本來沒有的 因為呢 他可能定義就是說 這個東西是給那個 進階的使用者用的 所以如果你把它打開 表示你是進階使用者 所以你現在 是不一樣的 跟一般的 辦公室人員用的是 不太一樣的 環境 那怎麼把它叫出來 第一個 點這邊 其他命令對不對 自訂工作區 這邊有一個叫做 開發人員 特別注意就是 點這個 其他命令 然後 自訂功能區 這邊 開發人員 按確定之後 他就出現了 所以往後 請各位 反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就 大概 講一次兩次 差不多啦 以後應該大家都會自己找得到了 那如果說你今天要寫V Basic他就在這裡 那如果說你要插入一個按鈕的話 按鈕有沒有 就在這邊插入 有沒有 點進去之後的話 會有那個 兩個按鈕啦 一個是表單控制項 一個是Active控制項 這邊跟這邊都有 不過 兩者 我是覺得 表單控制項的按鈕 會比較簡易一些些 因為如果你用Active控制項 你還要再去寫一個什麼事件 這個事件還要點擊他之後 那所以我就比較麻煩 兩個結果都一樣可以做得到 但是上面這個會比較簡單 也就是說你做了一個 你寫出一個程序之後 你就可以去連結啦 那用表單控制項就OK了 那我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 打開 開發人員 然後 點選 這個Visual Basic 那我建議各位就是 把這個 環境 稍微縮小一點點 然後 讓他浮動在上面 那主要的用意就是說 我將來要撰寫 任何的東西的時候 那我可以怎麼樣 可以 看著我的需要 撰寫我的 程序 也就是說這個程序 是從你的需求 一個一個把它做出來的 他不是憑空出來的 而且也不需要太抽象 他都是直覺的 也就是說 你只要學會 Excel裡面的 這一些相關的功能 他把它變成叫做物件 就是物件化 那你知道物件裡面的什麼樣的屬性方法 你就可以去控制 上面要顯示的任何的東西啦 所以這個也是 設計的一個重點 那叫出來之後的話 浮在上面 那接下來我要怎麼樣 去做設計 特別注意 你可以把這邊有一個那個 專案總管 一定要叫出來 這個叫做 專案總管 那之前有同學 他只要看到裡面有叉叉 他就很手癢 就把它關掉了 他就會變這樣 那這個有一個問題 就說 他就覺得 就很緊張 然後想說怎麼辦呢 把它關掉 再把它打開一下 他想說會不會恢復呢 還是沒有恢復 結果他就是 很悲劇 他就想說怎麼辦呢 第一個想到就是說 要不要把office 砍掉重灌 其實 特別注意 如果你將來遇到這種狀況的話 很簡單 在檢視裡面 那個東西叫什麼 專案總管 所以你記得 反正 不小心關掉沒關係 就是把專案總管 叫出來就好了 檢視裡面 反正畫面 Visual Basic裡面的話 他的所有的功能 通通都藏在檢視裡面 所以你如果忘記沒關係 你就把它 檢視 專案總管 把它點擊下去 它就自動就叫出來了 所以你們等一下也可以 練習看看 關掉 勇敢的把它關掉沒關係 然後呢 要叫出來 專案總管就好了 然後下面本來有個東西 叫做屬性 視窗 不過屬性視窗現在比較用不到 它是疊在一起的 你可以把它往下拉 屬性視窗 暫時其實可能用不太到 因為它這個是 錶單上面 可能你要 畫那個錶單的時候 才會用得到 那暫時用不到怎麼辦 沒關係 你可以先把它關掉 需要的時候呢 再把屬性視窗 叫出來 它就放在這邊了 OK 大概是這樣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怎麼樣 開始寫VBA 特別注意喔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